我陪着顾林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 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我在家里准备了惊喜 熬了一宿没睡 却没等到他回家 第二天 我看着他跟秘书从酒店出来的视频 颤抖着给他打电话 他声音不耐烦 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那天我差点死在医院 后来他红对眼攥紧我的手 问我昨天晚上的男人是谁 我冷冷正开道 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时针滴答滴答走着 显得着偌大的别墅愈发冷清 我一个人端坐在餐桌前 看着满桌都是顾林爱吃的菜 突然觉得很讽刺 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 上面写着顾林 我抱着最后一次侥幸接起电话 对面传来的却是聚餐的声音 顾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年纪轻轻 失业这么成功不说 身边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秘书相伴 可不是人生赢家了一阵阵奉承 他和陈婉郎才礼貌的声音响起 顾林没有驳斥 反倒是陈婉娇笑阵阵 酒杯相碰的杂音响起 一道低沉磁性的声音 刺进我的耳朵 陈婉不能喝酒 我来 袒护纵容之意一言表 我心中一阵阵击抽痛 电话在此刻事实挂断 不知是对面挂断 还是在我慌乱之中不小心碰断 我麻木地坐在那里 看着时针一点一点跳动 我觉得我对顾林的爱意 也随着时针不停地流逝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在顾林身上沾染着陈婉香水回家时 还是在陈婉巧笑阵夕的依在顾林身上 却只声称在汇报工作时 是在顾林说是出差 却被我碰见陈婉逛街时 还是顾林酒醉 陈婉打来电话说开了一间酒店 让顾林休息 并在挂电话末端时 那小声惊呼时呢 越想越是头疼欲裂 眼前陈婉和顾林的脸交相浮现 陈婉不能喝酒 我来 陈婉不能喝酒 我来 陈婉不能喝酒 我来 林毅不能喝酒 我来 再次醒来时 却是在医院 刘妈一脸喜色地看着我 转身去叫医生 我无力地拿起一旁的手机 想看看是什么时间了 顾林 顾林有打电话来吗 刚打开屏幕 一条刺眼的新闻就蹦了出来 故事集团掌门人顾林被拍 和秘书今早从同一房间走出 两人一丝好事将近 文章贴心地附上几张高清图片 高清道都不像是偷拍 画面中 陈婉小鸟一人的望向顾林 爱意都要从屏幕中一出 顾林的脸偏过去 看不清神色 我心里的什么东西 碰得碎了 碰极了 手却忍不住放大图片 去看每一处细节 逼迫着自己心思 下方评论区清一色的祝福 只有几条评论弱弱地说 顾林好像已经结婚了吧 但他们不是被更多的评论淹没 就是被CP粉能攻击到 不敢再发言 我轻笑一声 其实我跟顾林算隐婚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还一无所有 没人会在意他娶了谁 后来我陪着他功成名就 他每天西装革履出席各种活动 而我却为了他的事业 熬垮了自己 只能待在家里吃药调养 没人希望自己憔悴病态的模样 被媒体拍到 我也是 顾林也未在公众面前承认过结婚 不知是不想 还是没有考虑到 反观晨婉 毕业于名牌大学 年轻貌美 一毕业就进了要求严格的故事 做顾林的秘书 各种聚会都是他陪在顾林身策 他们可不符合 大众对童话中爱情故事的向往吗 爸总身边需要的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 而不是一个关在家里 敏感多疑的精神病 看着那些炒作新闻 我心中不是没有嫌隙 顾林不是明星 故事集团也不需要炒作盈利 明明只要一句话便能解决的问题 大家却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去提过 当我忍无可忍 拿着那些新闻去表达我的不满时 却指得到尘乃一脸单纯和歉意的说 姐姐 我们那是工作需要 你不会介意吧 顾林则是轻描淡写道 你不出去 我总内有人在身边打点 我只爱你 你是知道的 他们俩人如此 我在坚持导显得我无力取闹 一双修长的手突然抽走我手中的手机 抬头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木则 我的初恋男友 想到当初 我俩分手闹得翻天地覆 我将狠话说尽的难堪场面 我的悲伤都被冲淡了 没想到再次相遇 竟是这般场面 他垂下睫毛翻开了两眼我的手机 眉头微皱 下一秒又讥讽道 这就是你当初甩了我说找到了更好的 我一把夺过手机道 不用你管 他就站在那里 默默看着我 眼神中似有悲伤闪过 但或许是我的错觉吧 他怎么可能在在意我呢 毕竟当初分手的时候 我说了那么伤他的话 虽然是他妈妈找到我 先嘲讽我是潘豪门的新机女 学历可以提高眼界 却提高不了尊重 从爱情到婚姻 我跟木则中间还隔着门地 沉默了一瞬 木则的声音淡淡地响起 在医院里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病人身体虚弱 别让他动气 要要按时吃 末了 他的声音软了软 有事情来找我 一道阴影附在我的脸上 我不着痕迹地往一侧躲了躲 木则抬起的手盾了对 有些不自然地放了下去 等到木则走出去 刘妈去着我的脸色 犹豫道 昨晚给姑爷打几个电话 他都没有接 昨夜 昨夜顾灵沉浸在晨晚的温柔乡 怎么有空来找我 我响起新闻上的热搜 忍着怒火给顾灵打电话 一声两声 不知第几个电话 终于通了 电话另一边 传了沙哑又不耐的声音 你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呢 何必这么防我 新闻上怎么回事 对面沉默许久 只有起伏的呼吸声 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不管你在外面怎么玩 别拿那些新闻来赃我的眼 我用力将电话挂断 忍得怒火没有将手机甩出去 什么时候 我们之间除了争吵 便再无其他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 木则时常来督促我吃药 两人在病房里相顾无言 倒像是回到当初的时候 我看着手里 抗狂躁症的要发愣 这要已经停了几个月了 本以为已经好转 却没想到 在结婚纪念日那晚复发 旁人怎么看我呢 一个坏友狂躁症 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妻子 顾灵没有和我离婚 是他人子 可顾灵起家的资金 难道不是从我这里拿走的吗 我为了他卖掉自己的工作室 和他一起从头打拼 他柔情似水的 劝我在家休养时 有想到有朝一日 会嫌我在家不能帮他吗 自我住院后 他近一次也没有来过 没有电话 没有短信 我见到他的方式 只有电视上 他又带着陈婉 去参加什么活动 狼才女帽的报道 在又一次狂躁症发作后 我闹着要见顾灵 我怕我现在不见他 他就要被别人夺走了 刘妈被我闹得没有办法 在一旁抹着眼泪 给顾灵打电话 看见刘妈哭 我心里难受也跟着哭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只觉得焦躁 不知第几个电话 顾灵终于接通了 听完刘妈讲完 他那边只有淡淡的一个 就挂了电话 我感觉自己 被困在一个房间出不去 身体在发狂 他会来吗 刘妈抱着我一遍又一遍说 好了好了 他马上就来了 泪眼婆疏间 我好像看见穆泽 站在门口悲伤地看着我 不知过了多久 病房人被退态了 顾灵穿着风衣 带着外面的寒气匆匆赶来 我刚刚打完镇定器 有气无力地已在床上看他 看见我的一瞬 顾灵愣了一下 几步走向前怎么这么严重 刘妈不是告诉过你妈我抬眼 现在我没有力气和他理论 你要装都不知道吗 他手足错了一瞬 下一秒又握住我的手对不起 依依 我以为 我以为 你以为又是我逼你来看我耍的手段是吗 我抽出自己的手 直勾勾地看着他 看着看着 眼泪就忍不住又流下来 委屈的情绪一满胸腔 顾灵轻声细语地安抚着我的情绪 一点一点为我擦干眼泪 但我情绪稳定了 他才起身要去给我买粥 他走得匆忙 连手机落下了都没有注意 我拿起他的手机 立马还 是我的生日 我会心意笑 点开了他和晨婉的聊天记录 简洁 公事公办 是我想多了吧 我滑动了手机 阴差阳错间点开了相册 在一众我的照片和文件照片里 一张晨婉的睡颜 突兀地闯了进来 五十阳光正好 我却浑身发凉 图片里是我离开公司前的办公室 晨婉就堂而皇之地坐在我的位置上 趴在一堆文件中小气 身上披着的 是我买给顾灵的外套 在华 是我严肖艳艳在顾灵肩上的照片 在华 是我在海边度假时顾灵抓拍的照片 我的脸上还沾着沙子 在华 是顾灵陪我过27岁生日的照片 可这些照片 在晨婉照片的衬托下 倒像一个笑话 莫名 我又返回了微信 点开晨婉的头像 聊天记录可能删 朋友圈总不可能删 晨婉的朋友圈很少 不过是出差时的照片和日常 透过出镜了一些衣角和背影 我一眼就看出是顾灵 谁会认错自己的整边人呢 原来他口中的出差 也是可以趁空闲时间 带着晨婉去紧点打卡 一条一条 顾灵每一个都有点赞 他以前从来对我看朋友圈 和点赞的情况 我们谈恋爱时 我还因此和他闹过脾气 可他还是不看 他说我看见你 真真气气地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何必透过照片去了解你呢 原来不是不看 只是觉得不值得 晨婉的朋友圈 最新一条是在炫耀一条项链 配文最好的生日礼物 顾灵在下面留了一句 和你很配 晨婉回到 下次你来我家 我带给你一个人看 那条项链我曾在顾灵车里见过 包装精美 会是我们结婚 纪念日的礼物 原来不过是我自作多情 顾灵回来时 我把手机放在原位 拿起自己的手机 装作在玩手机 顾灵端起一碗粥 我抑制住自己内心深处的火星 洋装不经意地问道 晨婉交男朋友了吗 他来你公司也有些年头了 不能光围着你忙 要不我给他介绍一个男朋友吧 顾灵的眉头皱了皱 半傻道 不用 他还不急 不急 是不急还是不舍的 我看着他 突然爆发指带给你一个人看 你见不见啊 顾灵 我只问你一句 你不回家的时候 有没有些在晨婉家 顾灵看着我不说话 在他点头的一瞬间 我一巴掌扇了过去 手上的戒指 在他脸上滑出了红狠 顾灵站起来 解释都收回口中 居高临下的看着 我阴沉的脸道淋漪 你要是有晨婉一半懂事 我们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你有狂躁症 我也一直包容你 但有时 我也在想我们的婚姻 还有走下去的必要吗 他把我拽下床 扯到镜子前 暗恨狠到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自己好好看看 我看着镜中 头发凌乱 眼睛红肚的女人 和顾灵西装革履的模样相比 只觉羞辱和狼狈 顾灵松开手 抬脚走了出去 在门口时顿了顿 我们最近还是不要联系了 等你冷静下来再说 他嫌弃我有狂躁症 可他忘记了 我的狂躁症 是他在公司低谷时 一家一家去跑业务 一场九桌一场 九桌去谈合作 每天睁眼闭眼 全在想怎么帮他 把公司做起来是发作的 他心高气傲 不肯俯下身去谈合作 我爱他 看见他被别人拒绝后的 张红的脸 只觉得心疼 我白天和他一起在公司里忙 下班后 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去谈 软话说了很多 闭门羹也有 性骚扰也有 每次我都只能 自己想办法逃脱 把眼泪憋回去 继续去谈 等公司发展起来时 我的狂躁症 已经需要大量的要去压制了 可他现在觉得 我不懂事 陪他走过低谷的是我 一起享受荣耀的 却是晨晚 我捂着脸坐在镜子前 想着顾灵决绝的背影 心越来越冷 顾灵 如果你一无所有 晨晚还能像从前一般 陪在你身边吗 病房门被打开了 穆泽一脸惊诧地看着我坐在地上 他抱起我放在病床上 要出去叫医生 我喊住他 原来你不是医生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在这么荒唐的时刻 我能问出这么荒唐的问题 穆泽回头 给我扯出一个笑容 我只是前几天在这里碰见你 便顺便转达了一下医生的建议 毕竟 这是我见你的唯一方法不是吗 闹剧结束 穆泽在一旁给我削苹果 眉眼之间 好像还是那个基耀不逊的少年 只是多了几分沉稳的气息 我要离婚 我出生到 这是我这几天第一次开口和他说话 穆泽愣了一下 眼神刷得亮起来 下一秒 他想起什么似的 你能领存笑道 林一 你跟我说干什么 好像咱俩要离婚似的 我白他一眼 问你有没有认得什么好律师 我这么牙字必报的性格 怎么可能让他们好过 我想了很久 六年的掩盖光芒无悔复出 到头来竟是这般结果 既然他不珍惜 我又何必让他好过 穆凌效益越来越大 我都怀疑他今天是中彩票了吗 在心里打定主意后 我第二天就办了出院手续 在收拾完东西走后 我特意没有让牛妈来接 因为我要直接到故事集团 看看我那好丈夫在干嘛呢 林一公司的本金 全是我拿卖掉自己的工作室的2000万出的 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倒有些讽刺 当时顾林一分没出 却拿了20%的股份 好在我手里还有31%的股份 但可笑的是 哪怕我的股份比顾林还多 可除了一些元老级的领导 公司根本不知 还有我这一号人物的存在 顾林打着照顾我身体的名义 慢慢地将我从公司里架空 如今想来 他几次婉转地提及 股权变更的事已向另有同谋 只希望不是我想多了 果不其然 我被保安拦在了公司门口 我找你顾总 我是他太太 我一边和门卫解释 一边给顾林打电话 当然 顾林是没有接的 保安的眼神变了变 你是这个月第二十个声称 是顾先生你朋友的人了 顾先生身边早就有陈秘书了 我看你还年轻 别做好闷闷了 老是本分去做工作不好吗 我笑意越发冷淡 正准备给陈婉打电话 去看见何杰疯风风火火地往这赶 何杰 我喊住他我是灵异 何杰打亮了我一眼道 我的姑奶奶 你还知道来公司啊 这是我们的老板娘 你怎么敢拦的 保安有些吃惊的看着我们 何杰早已拉着我走进了公司 怎么 你要回公司了吗 你再不回来 老娘就要辞职不干了 整天受顾林和陈婉那个鸟气 何杰是我的大学同学 当初我做工作室时 就陪在我身边了 我卖了工作室从头开始 人工工资都不一定能保证时 他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跟着我打拼 不等我问 何杰就将陈婉如何借着顾林的名义 打压其他小姑娘 抢工的事情都说出来 他当人人都把顾林当香膜膜呢 要么就说 最后的老板娘是谁还不一定呢 我安抚了和解的情绪后 往我之前的办公室走去 一改我简洁俐落的风格 财务总裁办公室的门牌被拆掉 里面无处不散发着 陈婉小女孩的甜美风格 就连空气里的香水味都甜腻不已 我捂了捂鼻子 既然正主回来了 替代品门也该让路了 当我爱个办公室 分发零食去打招呼时 陈婉怒气冲冲的走来的林毅你什么意思 我洋装惊讶 忍住内心的嫌悟道 婉婉 怎么了 谁热你生这么大的气 许久不来公司 公司可真是大变痒啊 陈婉意识到自己的情 虚太过激动 下一秒又换上她惯用的面具道 不是 林杰我刚刚回办公室 发现一群雷修人员在往外搬东西 他们说是你的意思 我就过来问问 你也真是的 来公司也不先说一声 我安排人带你逛逛 陈婉一生女主人的模样 那个呀 我笑隐隐的拉长声音 我记得那之前好像是我的办公室吧 我刚刚还好奇 是谁占了我的位置 原来是你呀 阿玲说那个办公室空的也浪费 刚好离她办公室挺近 办公方便 就让我搬过去了 陈婉挑衅的看着我 那现在她不空了 因为我要回来了 我不仅不慢道 然后转头看向和解和解 几年不来 咱们公司氛围越发好了哈 匿书都能称董事长为阿玲了 看来阿玲确实管得挺好 和解立马会议 林总 您误会了 平时我们工作还是要公事公办的 陈匿书可能公司规定还不太熟 以后我让人事部再教教她 陈婉脸色有些挂不住 还不等她开口问我 为什么要回来 我就对其他员工笑道 前几年我身子不太好 辛苦阿玲自己打理公司 现在我身子好了 就赶忙来上任了 把我老公累坏了 我也心疼 其他员工立马开始窃窃私语 陈婉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吹发出极度怨恨的光芒 我面不改色地只是回去 这就受不了了吗 跟你比起来 这不过是个开胃菜呀 当顾灵冷的脸闯进我办公室时 说实话我并不意外 她这人爱憎分明 爱一个人时 恨不得把一个人捧上天 没有爱时 也决绝地让人心寒 林一 你来这干什么 我想那天我也将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这是陈婉的办公室 她工作很忙 你为了和我赌气 就把她的东西都搬出去 等你走了她还要搬回来 一来一去 你知道要耽误多少是吗 我看着陈婉 站在顾灵身后挑眉看我 在外人眼里 他们才是狼情戒异的神仙眷侣吧 一个受了委屈 另一个立马赶来出头 如果 如果对面站的不是我的丈夫 或许我也会感动呢 谁说我只待一会儿呢 从今天起我就要回来工作了 让你一个人在外面这么辛苦 我也心疼啊 我笑意淡淡地望向她 碰解这本来就是我的办公室 谈什么麻烦呢 顾灵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她可能还是以为我来公司 只是引起她注意的一种新手段罢了 随便你 她没有任何留恋的转身 陈婉你收拾收拾东西 先到我办公室里来办公吧 陈婉狡黠地冲我眨眨眼 声音轻快道 阿灵 抱歉我忘记灵姐不喜欢我这样叫你了 那你可不要嫌我在你办公室 笨手笨脚 打扰你办公了 顾灵的脚不顿得顿 有些不跃道 陈婉 在公司不要这么叫我 陈婉的笑容僵了僵 下一秒她又面色如常地跟着顾灵走了出去 在公司不要这样叫 在外面就可以了是吗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笑意越发冷淡 好不容易送走他们两个人 我开始翻看这几年的财务报表 经过刚刚那一幕 我心里不失落是假的 这几年的相处 便是个物品也是有感情的 但我知道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沉得住气 如果不能及时止损 便是被他拖入深渊 我必须先了解公司近况才能有几分胜算 我不是要报复谁 我只是想 至少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越看财务报表 我的眉头皱得越深 在大学期间我学的便是金融 这报表看上去没有问题 却给人十分怪异质感 难道是假账 当我脑海中蹦出这个念头时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可是犯法的 过灵同事学金融出身 他不会不知道 但他心高气傲 怎么会干这种事 纵使我对他逐渐陌生 我也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 或许是我猜错了 心里这么想 我的手还是点开公司内网 开始1.1.8公司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 又查找了供应商当时公开的定价信息 和故事集团的售价 虽然这件事可能性很小 但这也是我夺过公司掌控权的一个好契机 翻看了一下午 我都没有看完 只怪我自己这几年来竟如此大意 对公司金一点都不询问 自己的所学也都放下了 现在只好1.1.拾起来 尽管我还没有查完 我心中却已经有了一个 确定却令人震惊的信息 故事集团在做假账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顾灵这是自毁虔诚 他天资聪慧 完全不必使这种手段 这只会增加 给他人生留下污点的风险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闭着眼睛思索时 晨婉推门而入 看我依在椅子上 晨婉柔柔的开口 李一姐要是身子不舒服的话 还是回家休息吧 不然在这不仅占空 还让顾总不高兴 我睁开一眼 直勾勾的盯着他不说话 脑海中灵光一闪 为什么假账一定要是顾灵做的呢 为什么不可能是他的身边人做的呢 这个人要身居高位 还要拥有顾灵的信任和自主权 晨婉看我一直不理他 赖着轻盈的步子走过来 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 顾总说既然来了也别闲着 这是我们顾市 最近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做得好留下 做不好的话 还是回家做你的顾太太吧哦 或许很快你就不是顾太太了呢 他笑意盎然地露出脖子上的 熟悉项链导 这还是我向顾总提议的呢 相信以民的实力一定可以的吧 他嘴角带笑 眼里露出的却是傲气于鄙视 他在公司时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 在他这个名校生眼里 我也只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富太太吧 不过他可猜错了 当年在学校里 是连顾林都比不过我 处处被我压一头 现如今 我又怎会被这种小事难倒 翻开第一页我就愣住了穆泽 这上面写着 我们对接公司的董事长是穆泽 看着我惊诧的脸色 晨晚便以为我被难住了 心情颇好的留下一句 可别让顾总失望啊 就偏然离去 我看着他拼拼鸟鸟地被影笑了 啊 顾林会不会失望我不知道 但你可能要失望了 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间 我提起包便向外走 虽然我今天没有让司机送我来公司 但说实话 我走时也是想打车回家的 我不想再与顾林有什么纠葛 可场面 在我走出公司 看见晨晚要坐上顾林的副驾驶时 变得异常尴尬 公司员工出来吃晚饭 刚好看见这一幕 这狗血的剧情 让他们不自觉地伸长脖子像这台 本身他们就在掂量我和晨晚 谁在顾林心里的分量重一些 这种看戏的时刻 谁也不想错过 尽管我不想坐顾林的车 但众目睽睽下 我更不想让晨晚站上风 于是我走过去敲敲车窗 阿玲 咱公司什么时候流行 老板送员工回家了 我之前倒没发现你这么有心 顾林愣了一下 对晨晚说道 下去 这男人倒是冷心冷情 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人 在自己身侧 也好意思将她赶下去 前几天不还替她挡酒吗 我摁住不情愿起身的晨晚 抬起身 就在远处看戏的和解喊道 和解快来 你老板善心大发 要亲自送员工回家了 这时候不表现一下 自己什么时候表现自己 和解会议一笑 哪有什么聚会 只不过是我不卸坐你的车罢了 一想到顾林和陈卵内难看的脸色 我心中就觉得畅意无比 在商场逛了一圈后 刘妈打来了电话说 顾林回家了 只是脸色不太好看 我淡淡的恩了一声 要是往日我一定要仔细询问 然后放下自己的事情 赶忙赶回家去安慰她 可现在 我只觉得那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 放在顾林眼里反倒是倒梯 不值钱 刘妈惊异于我的态度 但也小声道 行 阿姨你自己看着办 刘妈不管怎么样都站在你这边 我心里一暖 想来自己这几年 可真是轻者痛愁者快 肩膀忽然被人一拍 我转身 看见牧泽一脸笑意地站在身后 买了这么多东西 心情不错 这距离有些过境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拉开距离 牧泽脸色暗铃顺 下一秒面上又是和煦的笑容 还没吃晚饭吧 我知道附近一家不错的店 一起去试试 想到今天在计划书上看到他的名字 我点点头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 要扳倒固灵并不容易 最好的方式还是找一个合作伙伴 牧泽选择了一家简单的中式餐馆 装饰的简单大方 私密性很好 到和我小时候想拥有的一家 属于自己的餐馆 很试相像 牧泽点了几个菜后 将菜单递给了我 我记得你之前喜欢吃这些菜 这么些年也不知道你口味有没有改变 你再选一选吧 我看着菜单上勾选的 都是符合我口味的菜品时 心里有些异样 我合上菜单递给服务员 牧泽你不必如此 等我拿到公司后 这次合作我会再让三个点给你 虽然很不迟 但确实我是有令我们之间曾经的感情的心理 牧泽苦笑了一下 果然你还是这般直爽的性格 你不用觉得不迟 这次合作对我也不是没有好处 你别让给我三个点了 手机突然响起打断我们的谈话 我低头发现是顾灵 我伸手挂断 电话又一次打来 弃而不舍 这一次我没有选择挂断 而是直接将手机关机 牧泽示意我要是忙的话就改天再约 我摇摇头 现在顾灵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一参下来 心情很愉悦 牧泽支持渊博 却又不是教导的态度 只是引导你去思考 和他聊天 让人感觉很放松 临走前 牧泽想要送我回家 我摇摇头 今晚我准备找个酒店凑合一下 回去和顾灵吵架吗 何况 我要查故事集团的财务情况 回去也不方便 牧泽深事地将我送到一家酒店 后又觉得 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安全 自己又开了一间房 当我们一起走进电梯时 却没在意 暗处亮起的闪光灯 第二天 当我走进公司时 顾灵不知从哪冒出来 把我扯进总裁电梯 他眼下犯青 下巴上一些短短的胡茶 整个人看起来暴躁又憔悴 昨天晚上的男人是谁 他钻紧我的手腕 力气之大 让我无法睁开 你这这般不自爱吗 他另一只手拿着手机 上面的照片 赫然是牧泽和我在酒店前台的背影 即我俩站在电梯里 牧泽偏过头和我说话的画面 不过或许是角度原因 不仅将他的脸遮了岩石 也像他要闻我似的 我松了一口气 如果现在就发现 我和牧泽在一起 顾灵的警惕可要高上很多 我仰起头看着他 到底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他眼睛发红 将手机摔在地上 这就是你夜不归宿的原因 我昨天在家里等你等了一夜 要不是我拦着 今天满城的新闻都得报道这件事 他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腰 眼见就要咬住我的唇 盯了一声 电梯到达顶层 我正开他的手往外走去 到了电梯门外 我扭头道 原来你不是不能 只是不想 我指的是什么 他心智肚明 毕竟他和晨婉上热搜 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接下来的日子也算相安无事 晨婉继续每天走在顾灵身侧 我倒像个公事公办的员工 只是顾灵时常来我办公室转一转 这次带个包 下次带一项链 我冷眼看他 不搭理 我不是很明白 顾灵想要做什么 那天不是他将话说得很决绝吗 终于到了汇报的那一天 顾灵在走进会议室时叫住我 低声道 一会儿不用紧张 万事由我 会议结束后 我有话对你说 我心一颤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如果他早一些 能够在我无助时说出这些话 或许我会欣喜若跑 但今天 想起昨天和牧泽发的信息 我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这么心平气和的和我说话了 会议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当我上去汇报时 三道视线紧紧的跟着我 牧泽温温的用眼神鼓励着我 顾灵眼眸深深地望着我 而陈婉 他眼神闪过一丝惊叉后 又是胸有成竹的笑语 当汇报进行到最后一页时 原本是产品的宣传片 却变成了我和牧泽 在酒店楼下的影片 会议是一片抽起声和窃窃私语 我立马明白 陈婉刚刚的笑语是什么意思 这个视频曝光 众人只会以为我和牧泽出轨 顾灵心高气傲的模样 他也容不下我 离婚是迟早的事 他可不趁机名正言顺的上位 顾灵沉着脸出声 谁负责的放映设备检查 这种合成的视频 也有人信 晚上会议继续 他握着彼的手 轻筋突起 面上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角色 披向陈婉一眼 一锤定音 将这场闹剧 说成合成视频 尽全力保全了我的脸面 陈婉的脸色一变 急急出声 林一 你就是在想拿下这个项目留下 也不能是这种手段啊 顾灵吃的 陈婉 你给我适可而止 我看着台下众人 等视频放完 才缓缓到 这个视频也太没意思了 只拍了我们一起走进电梯的画面 怎么不拍 我们走进同一间房的画面呢 顾灵脸色越发难看 我又笑道 我不信是狗仔没有拍后续 只是后续 是我和牧总进了不同的房间罢了 你们大可以去查酒店登记 我不知道发这个视频的人 有什么剧情 你说呢 陈秘书 我看向陈婉容声道 自己做什么 便以为别人会怎么做 他张张嘴 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又继续道 陈秘书你可能不知道 这家公司最初是我出的资金 我也是最大股东 我留不留得下 不是这个合作可以决定的 我不会自降身价 去做让人不齿的事 顾灵没有说话 默认了这件事情 陈婉脸色一白 强称道 不好意思林姐 我刚刚冲动了 这毕竟是关系到我们公司名声的事 我难免关心择乱 看着他亮相坐下 周围人猜也猜到事情的原委了 不过是一个想要上位的人 使出的下作手段 反倒反噬了自己 但今天这个事情 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我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 抬头道 之前我身体不好 一直在家里休息 出于信任 我把我所有的心血 全部交给了顾总打理 可惜 他辜负了我的信任 也辜负了 就在我回来的这几天 我发现了我们公司出了很大的问题 一是有人弄权 无视公司制度 打压下方有才能的人 拉缓公司发展脚步 陈婉笑意有些挂不住 但我并没有停止二事 我们公司竟然有人做假账 会议室像是炸锅似的 顾林好似听不见周围人的议论 无光直视着我 这也是我为什么和牧总相见的原因 因为这件事情 着实让我震惊 我已经上报相关机关进行检查了 话音刚落 会议室的门被打开了 一群公职人员 走到顾林和陈婉身边出示证件 请他们配合调查 顾林深深地看我一眼 站起身走出去 陈婉脸色发白喊道 他有狂躁症 他是个精神病 他的话你们也敢信吗 他不过是想借此独占公司 公司交到他手里就完了 牧泽站起身道 陈小姐 什么年代了 还有心理歧视 这个公司能有今天就是 林一自己一个生意一个生意去谈出来的 你先看一下自己的极度心吧 还有 以致使别人偷拍我和阿易视频 毁坏我们名誉的是 我会让我的律师和你对接的 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突击检查 做假账 那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是陈婉 他在偶然一次尝到 做假账伪造业绩的甜头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借此伪造工作成就 轻人直上 顾林反倒一直被他蒙在鼓里 闹剧的结局 便是陈婉被送进监狱 只怕他要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了 他被送进监狱的那一天 我特意去看他 他头发凌乱 眼眶泛红 口里一直喊道 都是你 是你害我 明明我马上就成为顾太太了 我叹息一声 到今日 我心里没有生意的快感 反倒有一些惋惜 若他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 未尝没有光明的未来 但作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顾林真的毫无察觉吗 借陈婉之手做假账 营造欣欣向龙的虚假业绩 赢取更多融资 对他有益无害 毕竟即便是查 也是陈婉为了生殖伪造业绩而已 我不知道 也不想猜 待他接受完检查出来时 我早已在莫泽的帮助下 做上了董事长规制 我以为他会和我斗争一番 但他没有 只是在看见离婚协议书时 说了一句 非离婚不可吗 我向你发誓 我和陈婉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只是他的你告诉我 你对陈婉真的没有一瞬间的动心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拿起笔签了字 离婚的那一天是个大晴天 恍惚间想起 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也是一个大晴天 顾灵把所有财产 包括公司股份都留给了我 只是要走了 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地数 也好 反正留着我也不会在那里住了 顾灵走时冲我笑了笑 眼里好像闪着泪光 林逸 我们之间是怎么走到这么一步的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 他可能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 答案都在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里 林逸 一道开朗的男生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头 看见牧泽手捧鲜花 一在车旁冲着我笑 他的背后是正在发光的太阳 我深吸一口气 或许是时候开始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新生活了 顾灵番外 林逸和我离婚了 当我一个人回到别墅时 刘妈早就不在了 她本来就是林逸请来答疑 林逸走了 她自然也不会留下来 这个别墅 我有段时间没回来了 上一次回来还是林逸刚回公司 给承办难堪的那天 那天 是我好久没见到那么鲜活的林逸了 充满活力和干劲 我本来回来想和她好好谈一谈的 她要是想回公司便回去 我多照顾她一些 可我在家里等了很久 她都没有回来 打电话也不接 后来干脆关机 我当时十分生气 当手机摔倒地上 发出烹的一声时 我才恍然大悟 林逸每次在家等我 我不接电话时 也是这么无助吗 我坐在餐桌旁 看着时针一点一点转动 满桌子的菜我毫无食欲 想起以前回家 满桌子的剩饭 和林逸越发销售的身形 关心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 多大人了 难道不会好吃饭吗 昏昏沉沉间 陈婉突然发来两张 林逸和一个陌生男人 在酒店的图片 说是从媒体朋友手中拿到的 她在照片中 林逸发自身心的愉悦和信任 我的心就像被人大力撕扯一般痛 我找了模式的 不断放大查探图片 第二天 我将林逸拉到电梯质问她 她云淡风轻的 让我想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愣住了 走出电梯后 她眼神受伤的看了我一眼问我 原来我不是没有能力去处理 原来我不是没有能力去处理 之前我和陈婉的花边新闻 我任由她们在网上流传 我那是太忙了 我没有办法骗自己 我只是认为林逸不会真的生气 毕竟她那么爱我 我们有七年的感情 我幡然醒悟 我有种预感 如果我现在不能紧紧抓住林逸 我就要永远失去她了 我开始有事没事 往她办公室送一些女生喜欢的礼物 虽然每次她都不理我 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但我心里很高兴 好像又回到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林逸不会不爱我 我准备在那场会议后对林逸道歉 我会好好待她 我们还像从前那样 进会时 我看见合作公司的负责人穆泽走进来时 心里莫名有股熟悉感 这种熟悉感 在屏幕上放出穆泽和林逸的视频时 找到了答案 穆泽就是那晚和林逸在一起的男人 我让人观上视频 声称是合成视频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林逸离开我 林逸出奇地平静 平静到我有些害怕 她看了我一眼 眼神复杂 恨意 歉意 不舍 我心里告诉我 应该立刻叫停会议 事情马上就要脱离我的掌控了 但不知为什么 我坐在那里没有动 只是看着台上的林逸 果然 她说公司做假账的事情 公职人员一用而入室 我没有慌张 因为我没有做那种事 那是陈婉做的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制止 18岁新高气傲的顾林 看到现在的我 估计会气得上来丢我一拳 我心里有一瞬伤感 我回头深深看了林逸一眼 她就那样站在台上 看着我 顾林 你把林逸弄丢了 我对自己说 陈婉被捕入狱 我接受完检查后就出来了 林逸已经接受公司 成为董事长了 我不意外 在学校里时她就光芒四射 当时我都怕别人把她抢走 当她拿出离婚协议书时 我也没有意外 我们走到这一步 没有办法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班 重归于好 回始神差的 我开口道 可以不离婚吗 林逸看着我 问我有没有对陈婉动过心 我愣住了 陈婉 陈婉是在我劝林逸回家休息后 加入公司的 公司初创时期 事务繁多 林逸又有狂躁症 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忍心 便劝她回家休息 一切由我 可这条路哪是那么好走的 我在外面各种登播 年少时蔑视天地的傲骨 被慢慢挪平 回到家 林逸心情不好 我还要哄着她 林逸也怕影响我 便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直到我看到她的药量加大 公司里的烦心事 我就更不和她说了 怕加重她的病情 陈婉便是在这时加入公司的 她很像林逸 很努力 但她没有林逸聪明 也没有狂躁症 她像一个低配版的林逸 我注意到她 在我有意无意的授意下 她被调到我身边做匿书 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一方面是公司忙 经常忙到深夜 林逸睡年前 我回去又会将她吵醒 再睡就难了 有时我便不回去 但林逸的情绪越来越差了 在一次忍无可忍的争吵后 我看着不远处处理文件的陈婉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要是林逸像陈婉一样 懂事就好了 我开始频繁带着陈婉出席宴宴会 她也从不给我丢脸 网上开始有我们的传闻 我没管 林逸问我时 我只是敷衍了她两句 当时我是想什么呢 我是爱林逸的 但听了别人夸赞我的秘书好时 我也不是没有开心 一天晚上 带着陈婉出去吃饭 喝多了 便让陈婉去酒店 开了两间房休息 第二天 不知怎么被记者拍到了 林逸打电话来时 我酒汗没有彻底醒 正头疼 她生气了 我也没管 当晚加班晚了 也没有回家 后来我在流妈呢才知道 那是林逸狂造症复发 在住院 我真混蛋啊 原来是我 是我自己一步一步把林逸推软 今天下午领完离婚证后 我没有立刻走 而是像什么见不得光的人似的 躲在暗处看着林逸 破镜木泽的怀里 听说这是她的初恋男友 我做不到助她的天长地久 我只认林逸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病无灾 长命百岁 全轮完